在海军机关 宣讲团成员为官兵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提供了详细指导 通过参加今天的宣讲 进一步提升了我们党史学习的政治自觉 激发了距离备战打仗的热情动力 在火箭军某部机关 宣讲团成员系统讲解了我军 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到四个战略支撑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启发官兵思考 西藏军区官兵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系统 同步学习了宣讲团的授课 在某炮兵旅 宣讲团成员结合老西藏精神 引导官兵将学习热情转化为强军固边的实际行动 中部战区空军机关直属分队 开展了家乡党史故事会 邀请宣讲团成员与官兵一起讲述家乡的党史故事 我们学习党史 就是要从党的非凡历程中 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 教育引导官兵 常回忧党之心 为党之责 强党之志 在空军机关 宣讲团成员讲述了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贡献 为官兵党史学习教育 提供了有力辅导 宣讲团成员还渗入基层班牌 为官兵答一解惑 宣讲团成员还分别前往连勤保障部队机关 无锡连勤保障中心和解放军总议院进行宣讲 官兵们在回顾我们党百年奋斗的伟大成就中 切实藤牢知党爱党的信仰根基 结合去年武汉抗议时期 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冷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我更深刻的认识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是些妹们以鲜血为代价换来的 历经艰辛太阳所得来的 我们也应该用尽自己的全部去继承 去坚守 去捍卫 宣讲团成员还来到解放军总议院研究生院 与学员代表展开了座谈 聆听了专家的辅导授课 让我对党的奋斗历程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心之所幸 方能远行 从党的本年历史中汲取政治营养 把我们的初心融入血脉 把人民军医的使命扛在尖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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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